這兩個 這一定要正確 如果這兩個數字裡面是空的 那這些也沒辦法做到 所以這地方的話 稍微比較複雜一些些 然後底下當然12月份應該也不會有問題 有沒有在禮拜二 然後呢 31號以後的也不會出現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叫萬年曆的函數版 不過當然 本來這樣寫完大概可能就結束了 但是後來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 能不能用VBA也做出一樣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 將來 當它下拉清單 這個裡面改變的時候 我就自動幫我把那個 裡面的東西自動幫我寫過來 邏輯上是一樣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最後的結果 寫成VBA 那這個有點難度 但是應該也不是算太困難了 但是會牽涉到藍跟列的關係 然後也是一樣邏輯判斷 輸出 OK 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然後 這個可能蠻長一串的 這個等一下我會再把那個公式 貼到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基本上這個地方 它這個東西都一樣的 所以會有三個地方是一模一樣的 這一串 1 然後這一串 2 後面這個是小於0 小於1 這個是大約的3 然後最後這個是空置串 最後這個也是一樣貼上的 OK 好 來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如果這地方做得出來 我想 以後你要做一些比較複雜的邏輯判斷 就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是最後當然呢 如果我要把這個格式化條件呢 再改成VBA的版本 那其實VBA的版本 理論上應該不會差太多了 那只是說你要把最後這個 第一個就是你在下拉之後的這個事件 以前是按按鈕 但是我們現在 如果我今天不要按按鈕 而是直接當這個裡面的值改變 就會自動去觸發什麼 觸發一個程序 而自動會幫我把裡下的這個表格 自動替換成我們剛剛看到的函數邏輯 那這部分該怎麼做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只是說用VBA來做 要怎麼去實作出要的結果 這個我想邏輯是相通的 但是就是說怎麼去實作出來 裡面當然你還是需要去寫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話就是說 當那個下拉清單它有改變的時候 你就讓它去重新跑一個結果出來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想想看 是嗎 他在你外面切成功 但是你會在這裡 那麼多分 在這裡